以下将为各位介绍 国立台湾图书馆HARI的电子书的操作说明 本平台是由零网科技所建制 包含完整的浏览、搜寻与借阅功能 与国内外知名出版社合作 提供丰富的电子书内容 可以使用线上阅读与离线下载阅读的方式来看书 进入国立台湾图书馆专属的HARI的电子书平台 只要输入画面中的网址就可以使用了 登入账号请输入身份证字号 家庭借阅证请输入户号 密码预设值为电话号码后4码 借阅规则 每人可以借阅电子书3本 电子杂志1本 每一本都可以阅读14天 时间到时系统会自动归还 阅读方式支援各种载具 包含电脑 笔记型电脑 平板电脑 以及智慧型手机 这是电子书平台的首页 在上方可以看到工具列 您可以点选登入的按钮 来登入图书馆借阅证的账号密码 也可以选择APP下载 安装对应的阅读软体 点选说明 可以观看使用手册和借阅规则 在右上角 可以输入关键字进行检索 也可以点选网站内容的分类列表 来观看不同的数位内容 平台中提供丰富的电子书和电子杂志 作家专栏 与知名作家合作 每月提供精彩的文章连载 精选文章 与优质的杂志出版社合作 提供每期最新内容的部分选读 服务模式介绍 平台中的书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本馆 属于馆藏资源 是图书馆购买永久使用的 这里的书有借阅测数的限制 第二类型为祭次馆藏 这里的书属于祭次服务 是不需要预约等待 可以直接借阅 没有副本书限制的 国立台湾图书馆的读者 在2020年 每年可以借阅60本祭次馆藏 每一册可以阅读的时间 也是14天 关于祭次服务的说明 您可以点选网站上方的 借阅规则来观看 登入您的账号之后 也可以在个人书房 查询您的祭次资讯 目前已经使用的点数 借书的方式很简单 您可以使用浏览 或是搜寻关键字的方式 找到您想阅读的书籍 在书籍的资讯页 您可以看到右边 有黄色的借阅按钮 代表副本数量充足 可以直接借阅这一本书 当您登入了账号 或是使用图书馆的IP网路 您也可以直接点选 绿色的按钮进行线上阅读 电子书将会直接透过网页开启 不需要安装任何的阅读软体 非常方便哦 当本管电子书的副本数不足的时候 画面上会显示预约 代表目前副本数已经被借满了 您可以点选预约来等候 也可以使用祭次服务 直接借阅这一本书 完全不用等待哦 这是刚才提到的预约方式 当您点选预约时 会跳出小视窗 请您输入email信箱 当预约书可以阅读时 系统将会发送通知 看到喜欢的书籍 可以点选加入收藏 加到您的收藏清单 加入之后可以在个人书房中看到 接下来介绍两种阅读功能 第一种是线上阅读 在网路连线的环境下 使用网页浏览器就可以开启电子书 不需要安装任何的阅读软体 第二种是离线阅读 在您的电脑、平板电脑或手机中 先安装阅读软体或APP 就可以下载电子书 不需要网路也能够看 线上阅读的使用方式很简单 如同前面所说的 您可以点选书籍资讯页的绿色按钮 线上阅读 或是借书之后 在个人书房选择线上阅读 直接使用网页浏览器打开的画面 在左上角可以选择目次 或是搜寻关键字的功能 在右上角可以放大缩小 或是切换单页、双页的浏览模式 您也可以选择全萤幕浏览 下方有阅读进度轴 右下角有缩图 可以快速浏览整本书的缩图 接下来介绍离线阅读 当您使用离线阅读时 必须要先安装阅读软体或是APP 您可以点选网站上方的APP下载 或是使用行动载具 直接在商城里面搜寻Hiri的3 安装完成之后进入APP 首先请点选左下角的新增图书馆 在公共图书馆的列表中找到国立台湾图书馆 新增图书馆之后 在左上角有一个借书证的符号 请点选它 接下来请输入您在国立台湾图书馆 所申请的账号密码 账号预设为身份证字号 密码预设为电话号码后4码 点选登入之后就可以开始借书咯 点选您想借阅的书籍 若副本数充足可以直接选择立即借阅 若馆藏副本数不足 可以选择预约的方式来等待 借阅完成之后 请点选右上角的符号进入个人书房 在个人书房里面可以看到您所借阅的电子书 点选开始阅读 就会自动开始下载咯 若您阅读完毕 可以提前归还这本书 如果您的载具储存空间不足 可以先暂时删除这本书的档案 在借阅的期间可以随时再次下载 APP中提供各种便利的功能 依据您的书籍档案格式不同 有分为PDF EPUB 以及多媒体有声书 它的功能界面也有些许的差异 但是大致上都相同 您可以使用手指触控在页面上进行翻页 如果不想看了可以点选左上角的返回 或是您可以使用各项功能 例如目次 可以观看这本书的章节标题 并且进行快速跳页 也可以切换成直视阅读 或是使用搜寻关键字的功能 还有加入书签 更改设定 同样的在页面的正下方 都有阅读进度条 让您掌握您的阅读进度 更多云端阅读的丰富功能 欢迎您亲自来体验 以上就是Hiri的电子书的操作说明简介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欢迎于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 拨打客服专线 02-2395-6966 分机2555 或是随时来信客服信箱 将有专人为您服务 谢谢您